屏东俄联比西南外海上个月30号 有海巡人员发现 一艘陆极拖船以避风为理由 航路限制海域 更一度距离 猫鼻头不到三海里 我方海巡进行了广播驱离 没有想到对方呛瞎说 这里是中国领土不是台湾 直到海巡人员准备强制登舰 拖船才幸幸然离开 只是这种亲门踏户的行为 看在专家眼里 就怕对方是想要透过水下作业 来测试我国的边防 海巡人员看见远方有不明船只 步步逼近广播要求对方驶离 对方表示自己要避风 但没有申请就是不行 最后尽恼受承诺 语气很呛 却意外出现不明声援 疑似其他台湾船只停不下去 直接帮忙战虾隔空交火 就怕越吵越烈 我方海巡做最后一次警告 对方这才幸幸然离开 事发在上个月30号 海巡人员发现这艘1400吨的陆寄托船 航入台湾尔鸽笔的限制海域 甚至距离猫笔头只有三海里 实施广播驱立过程 对方一度与我方对峙 态度嚣张 陆及脱船后续虽延东岸北返 在2号抵达中国沿岸 但据了解 有些船只设有水下作业 是否透过避风为由来进行水文探测 恐怕还得更加注意 两岸关系敏感 这艘脱船的行为不免引人一测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访报道